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注重在Open Concert 在厅呢 我们都是有很多的玻璃窗口 我们把电视机跟屏风两个合在一起 这个电视机的屏风呢 是可以旋转360度的 所以当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也可以观看电视机 当我们走进饭厅的时候 千万不要吓到 因为它不是灰溢室 它其实是一个很独特的饭厅 所以你可以看见了我们用的椅子是半公里 这也会比较带上时潮 而且比较unique的感觉 我们的主题颜色是灰跟白色 也是搭配回我们的Europe style的颜色 而且我们就用了黄灯来搭配整个家 给它有一点暖性的感觉 现在我们来到了孩子的房间 我们可以看见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间隔式的设计 你一开房门的时候 你不会看到了床 衣柜跟书桌一起 我们把它们都放去各自的空间 儿子的房间 它的颜色都是引用了比较灰白色 中性的颜色 而女儿的房间呢 就是比较女性化的 比较feminine 所以它是有点pink跟一点点grey 现在我们来到了主卧室 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衣柜呢 都是引用了玻璃 也会让空间感觉比较宽大 而我们可以看见它们的床头呢 是引用了两种不一样的资料 一边是布 另外一边是simple的木纹板 所以它就会带来不一样的层次感 让整个空间都有一点点独特性 那我们看见了客厅 饭厅 还有房间 我们现在先看一看主卧室的bathroom吧 我们的master bathroom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见 我们都是用一系列的颜色 所以呢 我们要感觉比较不一样跟独特性的话呢 我们就以不一样尺寸的砖来搭配整一个浴室 给它看到比较独特 原来这一扇门其实推开了它就是隐藏着一个厕所 基本上这整个家的concept都是比较华丽 cozy 还有trendy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话 你们可以到我们的website 浏览或者联系我们 谢谢